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话少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 然后就是你不会跟前人有任何的联系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那种安静的状态 我很喜欢 就是不管我符合不符合你 我还是很愿意在非常勿扰的舞台上 第一次为人调亮一盏灯 谢谢 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13号女生 话确实很少 表情更少 她有一颗勇敢的心 对 她的一些刚性的元素 已经知道了 李懿有过一个孩子 对 这个 就像我们14号的刚性的需求 孟范 你这样我会没人要的 好 她说你这么讲 她就会没有人要 不 等等 我们得把这事说得清楚 我们要不说 谁都不知道 然后一牵手下去 人家有这要求 你说这不行 那怎么弄了 分手 我觉得吧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姑娘 这个事必须放在明面上 行 能够接受这个条件的 就笨你来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并且能接受这个条件 你们的这个成功的概率 是极高的 你说话 那我是 可以啊 我喜欢183以上的男生 上不封顶 183到2米13都可以 然后喜欢冯年过节 那种节日都要收到礼物 等会等会 不不不不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以为你那两条当中 有要补充的 那两条如果说 没有 没有补充了 就这么定了 那些事再说好不好 就那两条 你要没有补充的话 我们把它打上字幕 你只要有说话 我们把你两条 打开